这位姑娘 十四贝勒请你进去 请 哥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让你见笑了 他都伤成这样了 怎么能让他喝酒呢 怎么劝他劝不住 多多 这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 真的 我叫绿珠 绿珠姐姐 多谢你救了我哥 这是我弟弟多多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这是你的 十四贝勒的福底 还不好找啊 多多 你看家里连个女眷都没有 谁照顾你哥呀 让姐姐见笑了 目前我是一个人照顾我哥 这房子也是我们新搬来的 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来照顾她的 这 我懂一点医术 兴许可以帮上忙 这真是太好了 姐姐 你们先聊 哥 我去书房看看 让他们好好准备准备 冬儿官 你为什么要喝成这样 一点都不爱惜自己 绿珠 我呢 我是 一醉方休 醉死了就更好 别喝了 别喝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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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假了 我追上去也没有 你就剩下我古灵兵的一个人了 你别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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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一段 你恨黄太极 我也恨 是他杀了我的爹爹 是他让我变成了孤女 我对黄太极的恨 莫耻难笑 他夺走了鱼儿 夺走了我的心 我的心没了 我现在活着 就是个古魂夜鬼 多儿滚 你不许放弃 我不许你放弃 你还有我 多儿滚 我会为你报仇的 我也会为我爹爹报仇的 我一定会杀了黄太极 多儿滚 你都好吗 这些日子来 我战战兢兢地活在宫里 我只有用最深最深的思念想着你 只有用最强的意志压抑着自己 我没办法去看你 我甚至都不能为你落一滴泪 多儿滚 我所有的眼泪都往心里流了 每一滴都那么重 那么苦 那么痛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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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马永远跟着樱袍 到天之崖 海之脚 多儿困 我多想梦到这样的画面 可是连梦我都不敢 我害怕在梦里 会请不自禁喊你的名字 我害怕睡着了就梦到你 多儿困 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睡过好觉了 我害怕 我害怕我的梦出卖了你 我害怕大汗窥视出了我内心的秘密 多儿困 但今说怕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到草原 远离这里的纷争 过上我们俩的日子 还是这辈子都不可蒙了 你怎么在这儿呢 大汗 大汗 我想念克尔庆了 想念我呕吾歌 还有呕启了 我看你最近都消瘦了 原来是想家了 之前你是那么的活泼可爱 我希望你还是以前的你 可以前的我是自有的 草原 蒙古堡 可现在在这里 我就是一只龙中的鸟 再练字啊 写什么 大汗 宁静至远 这好像是出自诸葛亮的 介子书吧 大汗英明 宁静至远 好 字也写得好 你要是男子 我就封你做宰相 大汗说笑了 先别写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玉春院 大汗 您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大韩侧古今万古 古邦 大韩 快快 simple 好 你不是 我现在 去 一个 去 去 离里 我 去 或者 那 玉儿 哥哥 你怎么来了 吴克善参见侧附近 哥哥快免礼 大汗为了你 特地叫我过来 主持修建了这个玉春院 看大汗对你多好啊 就连这个名字 都是大汗亲笔提谢的 大汗 谢谢你 只要你喜欢 我什么都愿意做 大汗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地方 需要修改的 从今往后 玉春院就是你的 这里就是你的家 不 我们的家 我 龙哥大人 你说我们以后就住在这儿了 是啊 这是大汗 特地赐给侧附近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侧附近 能嫁给大汗 真是好福气 想不到大汗 这么细心 这么体贴 要是多儿滚 肯定做不到的 你胡说什么呢 我 以后长点记性 我熬了粥 我熬了粥 你吃一点吧 我不饿 不饿 你都多少天没吃东西了 我特地熬了陈皮粥 吃一点 吕中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我辛辛苦苦熬了粥 你又不肯喝 你这叫谢谢我啊 多儿滚 多儿滚 不管心里有多大的难处 都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你不替自个儿想 也替那些关心你的人想想 你这条命 可是我救回来的 你要是自暴自弃 可对不起我 你还有很多使命没有完成 不能这么轻易倒下 对 你说的有道理 只要你好起来 将来 我也有事情需要你帮助的 我能帮你什么忙 先好起来再说 你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帮我 李珠 你放心 只要我能帮的 我一定帮 先把粥喝了吧 我会想ить 这一道 哪儿 我都不想起来 我 你真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怎么 看到我就这副面孔啊 没有 海澜珠不敢 我今天是来给你道喜的 道喜 看不出来你这个小姑娘 还挺有福分的吧 大夫妻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我今天是来恭喜你 你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芒谷斯贝勒 要把你嫁给讹者台籍了 什么 你马上啊 要成为查哈尔的太子妃了 这不 让我来接你回科尔庆去呢 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衣服 你快把这身破衣服换下来吧 大夫妻 我不去 我不嫁 什么 你不嫁 是的 我宁愿待在这偏远的一角 和奶妈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你存心给我杠上了是不是 没有 我不敢 这是我人间命宝 想不起这种服 人间命宝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哈岚珠 你怎么了 奶妈 我没事 你进去吧 好 没事的 没事 求求大夫妻 求求大夫妻 放了哈岚珠吧 这孩子 从小就已经吃了很多苦 求您放了他吧 求求大夫妻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你要是不嫁的话 明天 就别想见到这瞎眼奶妈了 大夫妻 来人 给我带走 不要啊 奶妈 哈岚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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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妈 哈岚珠啊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奶妈 我的奶人 照顾好自己啊 哈岚珠啊 奶妈 奶妈 大汗 这段时间没过来 没生我的气吧 怎么会呢 我现在啊 就是希望玉儿 她能早日给您生个大胖儿子 这样 她的心呢 也就算是彻底定下来了 生不生儿子不重要 可我有信心 让她爱上我 就像你 怎么又扯上我了 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 那也可是不愿意的 你瞎说什么呢 你瞎说什么呢 我是谁 大喊呀 这不就对了吗 玉儿 她把您送给她的首饰和一些绸缎 都交给我了 是吧 玉儿说 她用不了 也穿不了那么多 让我给各贝勒的福进们 她说了 贝勒们常年征战在外 这些福进们 也不容易 她倒挺会收拢人心啊 她这还不是为了您哪 只有把福晋们收得服服帖帖的 那贝勒们 自然说话都会朝着您呢 可悦她有这番心思 玉儿 还把她的嫁妆都给了我 让我 把一部分捐给国库 还有一部分政绩灾民 玉儿她虽然年纪小 可是她心思灵巧 她把心思 都放在了您的身上 玉儿有这份心意 实在难得 我说老三啊 你怎么一点也不动气呀 大玉儿那个狐狸精 现在把大汗弄得是五迷三道的 大汗现在根本就想不起 还有我们两位侧福晋的存在啊 动气有什么用 只要大汗高兴 宫里太平 对我们不都挺好的吗 你这还真会胳膊肘往外拐呀 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呀 侧不尽没进门的时候 你就一个劲地诋毁大附近 现在侧不尽进门了 你又找到新的矛头了 你个小丫头 我跟你额娘说话 你插什么嘴呀 我额娘呀是老实人 你就别在她耳边吹风了 反正呀 侧父亲没进门的时候 我额娘也不得闯 现在侧父亲进门了 我额娘呀也犯不着吃醋 不像某些人 就妄想着给大汗生个大胖儿子 好母凭子贵一招翻身呢 你 我 我什么我呀 可真是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孩子会打动我 你这小丫头 不知道是蒙古草原上 哪个老鼠洞里 捡来的吧 我捡不捡来的 关你什么事啊 反正我心爱心觉罗 我额娘呀也比你有福气 好歹有我这么个闺女 谁要是敢欺负她 我一定帮她出气 不像有些人 整天就只会搬弄是非 碎嘴皮子 好你个死丫头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一定让大汗 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大汗 累了吧 先歇歇 我特意为你熬了参汤 放那儿吧 还有事吗 晚上我想请大汗过来用膳 我准备了几样可口的饭菜 看时间吧 我准备了 大汗 我还有个事 说 我刚才碰见满玉了 这丫头长得是越来越俊了 可这脾气啊 是越来越大了 怎么 她又惹你不高兴了 满玉呢 就那古灵精怪的性格 倒是可开心过 我知道大汗疼她 可这样也会把她给宠坏的 她会越来越目中无人 我倒是没什么 反正也已经习惯了 可满玉那张嘴没个把门的 这要是得罪了新来的侧福尽 可就不好了 满玉也十五了吧 是不是 该给她说一门亲事了 这件事不用你操心 我自有安排 好 下去吧 鱼儿 来吧 来吧 找阵声 只有我死了 你才会幸福 都说玉儿是神剑手 这也有失手的时候 大汗 怎么了 没什么 有点不太舒服 同哥 去 吩咐玉膳房 让他们做点好吃的 给侧父亲剥剥身子 正好 谢大汗 身子不舒服 就早点回去歇着吧 你怎么起来了 不怕着凉啊 你会武功 我爹爹教我的 你要是男儿 我肯定把你招置麾下 怎么 我是女的 你就不说我 战场凭杀那是男人的事 你一个女儿家 不应该去面对 那么残酷的事 得了吧 那天你昏死在河边 还是我救的你呢 多儿管 还记得我来的那天 跟你说过的话吗 你来的那天 你说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多儿管 你恨黄太极吗 真些话 恨吗 黄太极逼死了你的儿娘 夺走了你的孩儿女 抢走了你的新上人 难道 这些都不足以让你对她 恨之入骨吗 谁告诉你这些的 你自己说的都忘记了 难道 你不恨她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我八哥 可她压根就没把你的 你当弟弟 那是杀人母王 五年前 黄太极攻打西木城 屠杀了全城一万多军民 还把守将石像的手机 给割了下来 在城门上悬挂了三个月 那是傅寒的指令 我不管是谁下了指令 屠杉是黄太极干的 守将石像也是他杀的 李主 你是 我是石像的亲生女儿 也是那次大屠杀中 唯一一个逃出来的人 你们打劫杀了多少百姓 你们打劲攻城掠地 背后都是雷雷的白骨 我恨你 我恨黄太极 我恨他 所以我一定要杀了他 替我爹地报仇 替西木城一万多军民报仇 你杀不了他的 所以我要你帮我 我们一起合力杀掉黄太极 怎么 杀了黄太极 你就可以替你的额娘报仇 可以夺回你的韩魏 难道这些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不稀罕安慰 我不稀罕安慰 那你的玉儿呢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 躺在黄太极的怀里 你别说了 我就要说 难道你就这样一辈子隐忍 等着看你的心上人 将来替你的仇人 生出一个一个的儿子来 李主你说够了没有 我偏要说 杜尔昆 这五年来 我隐忍地活着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找到机会 亲手斩了黄太极这个恶魔的头 你给我闭嘴 杜尔昆 如果你看了 那我一个人去 我杀了黄太极 我拎着他的人头来见你 记我的爹和你的额娘 你别发疯了 你根本就杀不了他 你只能是去送死 谁说的 你连我都杀不了 你怎么能杀得了他 你跟进 你 绿珠 别闹了 少废话 看见 干什么 样的 什么 给你 选择 你 因为 你要做什么 事情 想引起来 你 擅长 你们都给我出去 出去 是 你是谁啊 谁让你嫁过来的 谁让你来查哈尔道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过是大月儿替代兵而已 是别人挑上的烂货 芒果司这个老滑桃 不敢把大月儿嫁给我 却塞了你这么个烂货给我 恶者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就放了我吧 放了我 放了你 哪有那么容易啊 芒果司是怎么羞辱我的 我又在你身上一样一样的心酸 我再来 哈岚珠 哈岚珠 奶妈 我的哈岚珠 奶妈 是谁允许你新来的 跟我滚出去 太岐 求求你放过哈岚珠 求你不要伤 滚开 芒果司 你不要伤害奶妈 有什么活处我发就好了 好 你替她求情是吗 我让你求情 我向你求情 让你求情 别打了 让你替她求情 芒果司你别打了 让你求情 不要打了 你给我滚开 不要 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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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岚珠 大妈你怎么了 真的要跟坚果吗 你给我好好在这待着 海岚珠 大妈 我可恋孩子 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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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修罗他们一直奉明朝为正统 可大金与明朝为敌 所以也就是他们的敌人 修罗还说 在缔结合约之前 大金也得像他们一样 臣服于明朝 反了 何太岐 你别再啰嗦了 武力 只有通过武力 才能征服天下 你的意思 是让我出兵修罗 没错 不行 倘若出兵修罗 明朝跟长哈尔趁虚而入 这就不好办了 黄大姐 大贝勒现在也在这 你这天天把我们几大贝勒 养着什么事也不干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就是 你等我一年多 整天在后宫沉溺于女色 你不会是想学商周王了吗 已经拿我跟那个王国之君相比 不想当王国之君 就该自己骑上战马去征服天下呀 就是 你等我这么久 一场正儿八经的仗都没打过 人家以为我们缩头缩脑 被那些民居给吓怕了呢 不是打过毛文龙疗河一阵吗 黄大姐 那也算叫打仗 你派了多尔滚 过去不就是给他骚操痒吗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屁滚尿流都回来了 这不都是你的缘故吗 我有什么责任 还不都是 怪多尔滚那小子 他自己不争气呀 好了好了好了 这些陈年旧事 不要再提了 大贝勒 你要是说到这儿大贝勒 咱可得说说清楚 好好的 掰扯掰扯 说到辽河之战 也正是我发兵的原因 修罗对毛文龙暗中之耻 可是给了六万弹粮食 还有数目巨大的财物 要不然 毛文龙怎么敢不顾袁冲万修好 冲进到辽河呢 黄大姐 你如果再不让我打仗 我的人和马就全都废了 你有必胜的把握 你什么意思 我阿米什么时候吃过败仗 这幅的修罗 大金东义的威胁就能解除 我才急 别再犹豫了 让阿米去打吧 拿下修罗 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 去打明朝去了 你们下去吧 我考虑考虑 混蛋计 门哥人太别说了 我看他已经被那个女人 迷魂头脑了 他现在需要时间 好好清醒清醒 走 我们回去 你 大汗息怒啊 他们越来越嚣张了 他们极力主张出兵修罗 是有意图的 你的意思是 他们想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大汗 我看阿米 是想当修罗王 我看十九八九 皇太极 会同意我出兵攻打修罗 皇太极 现在跟多日国有戒定 不派你去派谁去 阿米啊 等你做了修罗王 可不要忘了我啊 我可不爱再看皇太极那张臭脸了 那是自贵的 放心吧 到时候咱哥俩在修罗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都管不了 还是你这儿喝茶香 大汗受笑了 这茶都是大汗赏赐的 不都一样吗 有个事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如果是朝政大事 还请大汗免开遵口 大汗不是说过 女人不要干涉朝政 我也说过你不是寻常的女人 大汗他抬举我了 这芒古尔泰和阿敏案 想让我派他们出兵修罗 你怎么看 大汗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何必又来问我呢 说来听听 大汗想征服修罗 可是又怕他们 会再修罗拥兵自立 说下去 大汗想派一个强有力 又信得过的人 去制约他们 但是任选 还在犹豫不定 你觉得派谁合适 其实 大汗心中已经有了任选 只是担心 他是否忠诚 可是大汗不是 怎么知道他是否忠诚的 怎么知道他是否忠诚的 因为我圣上身 大汗 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多儿鬼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脱大汗的红服 我没事了 坐 你还记不记得 一年多前 这些人 就是在这里 我曾经给过你一把刀 记得 你记得你拿着刀说了什么吗 我说 从此拼杀疆场 建功立业 还有呢 辅佐大汗 振兴我大惊 你的记性很好 多尔滚的誓言 句句都刻在心里 好 我说 害不害怕 怕什么 重返战场 爱心觉罗家族的男人 从来就没有怕过 好 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玉儿 来 去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都应该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到时候内讧都有可能 如果他那样的话 会影响到整个发明大局 不管怎样 打了胜仗再说 是 上战场的时候 一定要穿上的 千万小心 别再让大汗为你担心了 谢大汗 对了 芒谷斯贝勒是不是 从克尔沁带来特产了 是的 别走了 一起吃晚饭 来 十四弟 你一把阿嫂 跟你说了一门亲事 大汗 这是在家里 你一把阿姨 说什么 你一把手 我们在家里有 他边的手 让你一把手 就会人家里面 你别嫌疤个啰嗦啊 这事呢 就全交给你八嫂 来来来 大家吃饭 月儿 来来来来 吃饭吃饭 谢八哥 月儿 动筷子 月儿 这一年来你还好吗 她对你好吗 挺好的 听说她还给你修建了玉春院 她还真有心 你别多想 你收了 你刚才不应该拒绝大汗的好意 除了你我谁都不想去 这辈子我不会再去别人了 你这是何苦呢 我的心烧过一次痛过一次 成了灰野全都是你的 月儿你知道我的心 每日每夜都在受煎熬吗 我知道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们 让我们相爱 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明知道对方的痛 却不让我们靠近 最好呢 多二本 别回头 朝前看 我们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可这种痛 我们还要忍多久 忍多久才是个头啊 月儿 你是我的一切 曾经是 现在是 将来肯定也是 你知道我多少次在梦里见到你 我不想醒来 我宁可这样死在梦里面 我也不愿眼睁睁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还醒着还活着 看着这空长大的屋子 别说傻话了 我们当然得活着 不然之前我们所受的所有的苦 不都白费了吗 我要你像个真正的英雄那样活着 我保证 我一定像个英雄那样活着 这次出征修罗 对你来说是一次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知道 目前的军免 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你知道黄太极为什么让你去吗 为什么 是为了考察你对他的忠诚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你必须要对他忠诚 知道吗 大汗 大汗 您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有事说事 我没时间跟你猜蜜语 我呀 看见您的大义儿跟多儿滚 在那说情话呢 你要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大汗 我可是亲耳听到的 我是怕他们给你 戴绿帽子 来呀 大汗 走开 我带下去 讲嘴二十 走 大汗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众爷逆耳呀 大汗 再加二十 大汗 一个月不许出宫 大汗 你听我说呀 大汗 是不许出宫 大汗 有点 大汗 还能不许出宫 大汗 我这 Discover的 那个女人的话呢 那木中 她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女人 玉儿 是我让她去见多尔棍的 玉儿就是说了几句 祝她出征一切顺利的话 我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真的 大汗 难道我会骗您不成 就算您不相信我 您怎么可以 听信那个女人的挑拨呢 大汗 我知道您是担心玉儿 您越是紧张 您就越是容易冲动 难道 好 您不相信您自己的魅力吗 我那么有魅力吗 哥 好 这次去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杜儿滚 把这件斗篷戴上 我连夜逢难 修了那边风大 可以遇寒 谢谢 请不及 请不及 155 无数天马几个 青春黄昏露 黄昏露 漫无荒凉山可雨 一望青山山继续 西风吹了南风树 西风吹了南风树 漫无荒凉山可雨 一望青山山继续 山山继续 深秋雨 山山继续 深秋雨 秋雨 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